香港2023年的運勢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看一下以下的兩幅圖 以下的兩幅圖是貴卯年的九宮飛星圖 我們先看左面的這一幅 今年四六文昌立即在中宮 經過涼天步伐得出其餘的八個宮位分佈如下 我們最重要留意的就是二黑和五黃的位置 今年二黑病符星是東面 而五黃廉精星是西北面 而旁邊右邊的就是月飛星 根據飛星圖 香港的多時之秋主要集中在西曆的4月至7月和2024年的1月 尤其是要注意以下的三個月份 包括了4月是五黃的月份 7月是二黑的月份 以及2024年1月五黃的月份 在這三個月份裏面 特區政府的領導班子就會有交代的麻煩和意外 政府你就要顧外留神和注意了 好,來到今集的新環節 我們叫做明人八字 這個新的環節我們就有一個規矩 大家就要聽著 在明人八字裏面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些很出名的藝人 明星或者是正圈中人的一些八字 但我的條件就是我不會開它的名字 但當然如果這樣說沒有方向的話 大家看來就好像沒什麼意思 所以我就會有一些提示給大家 答案就沒有了 不過你們可以嘗試一下猜的 接下來接下來 今天在明人八字裏面第一位出現的明人是哪一位呢 我當然以香港的明人去做第一集 這個明人的名字我真的不會公開的 大家自己猜吧 但我可以給你們一個提示 大家是否想知道十二生肖運程呢 所謂的十二生肖就是指連署地支的其中一個字 指平八字是屬於四處八字的名理 如果我們論命的時候只以一個字 又或者是其中一種的生肖來論命的話 我們會忽略了八字當中的匯合型充 喜用神和忌神藥 忽略了他們 那麼我們的分析就不能夠精準 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2023年過得好不好 又或者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話 你可以在片段下面留言 也都歡迎大家去我的Facebook專頁 PM我 留下你本人出生西曆年月日時四樣東西 我會免費為你解答三個問題 明額有限記得快啦 我做出幫助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